自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蒸根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夕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 上一集呢我们聊了为什么要移民的这个话题 感谢大家的关注 收到了还算不错的反馈 还有小伙伴来催更了 那么这一期呢我和贝贝就打算聊一聊 所谓的究竟什么样的人群更适合移民 那么贝贝在开始之前 其实我想问你 你说如果真的把人这样的标准框进去 哪些人更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你觉得这样是OK的吗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说 哎呀我感觉这个有钱人更适合移民 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不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特别好 就是给人贴标签本身就是会给人刻板印象 也会以偏概全 但是说从另外一面我又想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它相同的人群呢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共性嘛 但是也要认识到说在这个共性下面 它每个个体其实都是有它的独特性的 所以说当我们说哪种人群更适合移民 或者是说不适合移民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察上 但我不希望说要误导大家说 这真的就这种人他就不适合 或者这种人就真的适合 因为大家也要看到自己个体的一个独特性 然后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从职业上来说 最适合移民的一些职业 像加拿大比较稀缺的计算机人才 对吧 可能大部分人他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但我身边也有人 他计算机当时来了正面之后 就找不到工作 最后就放弃这个行业 去转行的 这也有 比如说还有说最不适合移民的行业 像文科类管理类 因为有语言的劣势和文化的差异嘛 但是也真的有人他能做到说 在管理层做到最高的 也有人能够进入西方媒体的管理层的 话说回来就从普遍上来说 的确像计算机行业 他特别吃香比较好移民 但是文科管理类相对来说是艰难一些 这的确是有他的这个共性的 我们现在其实在网上 大家也都能查到很多 他们很多人总结出来都说 哪些人比较适合移民 哪些人不适合移民 对吧 你看啊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 我从网上搜集来的一个表格 就说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国外 什么样的人适合国内 我一会可以给大家念一念 他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general的一个比较 大家不要硬杠 杠就是你对啊 首先他说女生比男生更适合移民 理工科比文科生更适合移民 桃园明比野心家更适合移民 社恐比社牛更适合 老弱病残比中流砥柱更适合 底层比中产更适合 动手能力强的人比喜欢便捷的人更适合 像刚才你说的确实吧 人确实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他这样的分类 我的感觉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 你像飘在空中找不到抓手的时候 可能你是想去找一些这些标签 去套在自己的身上 就说如果可能你在这个适配的标签里面 能套到的越多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信心 你觉得我去到这个地方 大概率应该是不会太差 我也能理解这种心情 我大体上还是同意的 就是说普遍线上来说 我觉得是这些人比那些人更适合移民 然后讲到这个老弱病残吧 我是还是挺有感受的 就是我有个朋友 就是孩子他其实是有残疾 有智力障碍的 来了这边之后 你知道在学校里 就是像VIP一样对待 然后老师辅导他 培养他 然后投入这种精力时间 就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 加拿大这边的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尊重 特别是有缺陷的这种生命 他都能表现出这种同等的尊重 这让我非常非常的受震撼 在这个文化里面 我自己是很受益的就学到说 什么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我们很多中国人来到这边 受到震撼最多的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谈到的 那个阶级滑落 来到这边阶级的观念 没有那么深 大家没有想到说 我一定要攀上一个什么样的阶层 或者是如果我有一个家里面 有这样一个所谓一个带引号的 一个累赘的一个孩子 我就阶级滑落了 没有这种特别要上 或者要下的观念的话 我觉得可能更能做到 对于生命的一个尊重 因为他确实他也是一个活着的 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对吧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其实还是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 比较适合来这里移民的人 就是他们能够破除原来的这种阶级观念 来了这里之后呢 不管说像职业上也好 因为分工各有不同 但会有说 有些工作比较高 有些工作比较低级 但来了这里之后 其实每个人 他都是只是分工不同 但是每个工作 他都是平等的 像这种人 他就特别适合来这里移民 这又让我想到另外一种 就是不适合来这里移民的人 就是那些自带一种 人上人的优越感 特别喜欢享受特权 然后不遵守规则的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是不太适合 我也见过一些 就觉得一言难尽 这是一个委婉的提醒 是吗 就像咱们在 咱们在公众号里也提到的 就是说 抛下半生公民 来到国外阶级滑落 就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劲儿 就是我们中国人觉得 自己努力奋斗 一定要去享受一种 哪怕不会说出来 隐晦的也是一个人上人的状态 如果去做到一些 相对比较低级的工作 会觉得 哎呀我是不是不孝顺呢 父母培养我这么样 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 或者是我是不是很丢脸 跟同学朋友之间有点抬不起头来 但是现在在加拿大这边 如果待久了 其实真的把这个观念破除以后 你会获得一个真正的自由 不要拿这些观念去束缚自己 没有必要 像我们之前谈的这种财富 阶级 学历 职业 其实我觉得都不是说 适不适合我们移民的决定因素 当然它是有这种一个权衡 一个权重 可以成为一个参考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真正重要的 其实是我们要首先想清楚 自己真正要什么 不要什么 这是一个权衡利比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是否有一个放下一切的勇气 然后还有接受这种新事物的一种 学习能力和开放的心态 比如说你要破除 你原来的阶级的这种观念 就是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然后学习我们现在新环境中 它们是怎么一个文化的方式 所以这一点上 不管是你要移民加拿大也好 或者是欧洲也好 或者是美国也好 你要有这两个素质 你才能走遍天下 这一点我是特别特别同意的 就好像说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真的 就是说想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 可能一开始也比较难 因为你并不知道 未来在等着你的是什么 也许等着是更不想要的东西 那个也蛮可怕的 但是就像你说的 抱有一种开放的积极的 甚至是有一点好奇心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对人生是很有帮助的 就像说你在人生 不管哪个转角 遇到一件好事坏事 你把它放进兜里 其实都是你的一件珍宝 是你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经历 有这种开放的心态 我觉得你走到哪里 都会是一个成长的成长的样子 但是刚才提到这个 其实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提到说 来到这边要破除阶级的观念 但是其实也可以 咱们这样说 国外也有相对比较高阶层的 比如说像医生和律师 这个咱们都知道的 还是收入是比较高的 包括这两个职业 也是我们华人父母最愿意培养孩子 去成为的职业 那么对于新移民来了 如果你觉得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有能力 或者是我心气非常的高 我还是想到这个社会的上层 去看看风光是怎么样 那么其实也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就多吃点苦呗 可能刚来了之后 你没有办法像说身边的人一样 哇享受加拿大这种田园的风光 你可能要努力的读书 去把语言读下来 然后甚至 之前其实我和朋友有算过 举个例子如果读一个医学的 读一个医生的专业 你看需要大学本科的四年 研究生的三年 住院医的三年 可能才能成为一个practitioner 就是一个初级的医生 其实也就是十年 举个例子 如果你三十岁来了 你重新花十年读书 在四十岁的时候 你当到了一个医生 然后可能你可以当到七十岁 其实你算算这笔照也是蛮值的 如果你有这个心气 然后也有这个毅力 其实你也可以过上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只不过是所有东西都是付出相等的代价 你付出这样的代价 你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生活 插开一点话题 我的经历来讲 就是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我真的非常笃定的就是 我想要的东西就是真爱和自由 如果有的人看起来会觉得 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的 就是特别的率性自由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自己碰了多少的头破血流 只有自己才知道 然后慢慢的慢慢才学乖的说 哎呀你做事情之前要做评估呀 不要一拍脑袋就上呀 当然你也可以说 其实人生就是赌博 我们人生短短这六七十年两三万天 你如果一直在做衡量比较 比如说现在可能有想来的朋友 他反复的不停的在做衡量比较 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内耗的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真的 他一拍脑门说 我这人生两三万天 我就花出几千天去体验一下这个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只要你自己能承担这个后果就行 但是其实当你真正出来之后 你发现其实 适应这个社会 适应这个节奏 需要的东西是远远超过 对于一个语言的一个掌握的 这个时候 可能你会后悔 可能你会迟疑 但是还好了 我都没有 我就坚持下来了 这个其实也适用于很多别的朋友 比如说像政府 因为他的移民政策 每隔一段时间是会有变化的 比如说这段时间 他可能要招这个领域的人才 比如说计算机领域的人才 这个都是讲要 比如说现在招一个特别奇怪的吧 一个我们说一个什么领域的人才 我也不知道 可能现在国内的你觉得 我正好适合这个领域 那我是不是就适合出国 然后你可能就办 你就成功了 但是最后你可能发现 你只是适应了这一个外在的条件 而你自己的心理上 生理上 包括经济上 还是有其他诸多的准备 要去做一下的 这是我的一个感触 所以说这才是我们今天聊天的这个意义 就是为了告诉一些正在犹豫的朋友 他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考量 然后这个东西要不要再出国这样子 好了 这一期就是关于哪些人适合移民的问题 下一期呢我会跟小夕议讨论一下移民之后的德语诗 如果你有兴趣欢迎订阅 不要错过下一期哦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和贝贝的思维跳来跳去的探讨 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将讨论移民的德语诗 我们可能会从贝贝作为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移民 而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老的移民来切入 如果你感兴趣请follow我们吧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